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有计划的人生 有一个故事说到 有一位德国的哲学家 一位赶着要去演讲 于是他一跳上马车 就对这个车夫说快快快 而这位车夫呢 果然立刻像飞一样的 快速向前冲 在马车跑了一阵子后 这位哲学家就问车夫说 你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吗 这个马车夫回答说 我不知道 但我们跑得非常快 听到这个故事 可能会让你会心一笑 但这可能就是 我们现代人生活的样貌 我们生活的节受快速 但却不知道要去哪里 大家上班我也上班 大家下班我也下班 大家挤捷运 我也跟着挤捷运 你有观察过马路上的计程车吗 有一种是车上已经带有客人的计程车 另一种是空车 这两种计程车开车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是空车 它会开得很慢 而且司机会东张西望 随时要靠边停下来 但是如果是车上有带客人的计程车呢 它会加速前进 向着目的地直跑 不会有任何的耽误或东张西望 因为司机只想赶快把客人带到目的地 然后再做下一笔生意 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 如果没有目标 不知道人生要往哪里去 就可能浑浑噩噩地过一天算一天 然而更糟糕的是 拥有错误的目标 最终会把我们带出错误的人生方向 错误的投资 而有了错误的人生的结果 亲爱的朋友 你的人生有目标有计划吗 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就是你可以拥有更美好的人生 因为上帝对你的人生是有计划 甚至在你还没有出生 上帝已经看见了你 你一生所要发生的事情 甚至上帝都已经写在册子上面了 你的存在不是一个偶然的 你的出生也不是一个错误或不幸 当然更不是自然界胡乱拼凑而成 你的出生是上帝所期待的 你活着是因为上帝定义要创造你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 都是有着重要的目的跟使命 就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无论你是还在旧学的青年人 或是事业有成的中年人 或是已经退休的老年人等等 一个人他知道他的人生是有标杆的 那他的生命就是亮丽踏实 有把握是充实实在的人生 我走过青年也迈向壮年 中年今年都六十岁了 但过去的三十年 从青年到壮年到中年 我从来没有一个日子觉得彷徨迷糊过 虽然人生会有酸甜苦辣各样的历练 但是我没有一天迷失过 因为当我把我的生命交托那位创造 我的上帝的手中的时候 这二十多年来的日子 在我内心只有一个感觉 就是越战越勇 脚步坚定地向着上帝 给我的人生目标一日一日地靠近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异人的道路 好像黎明的曙光越照越明亮 直到白昼来到 亲爱的朋友 当你把你的人生计划连结于上帝 那你前面的道路 就会像黎明的曙光一样 会越照越明亮 这是上帝要给你的人生祝福 来到祂的面前 寻求神的带领 你的人生不仅有更美的风景 还在后头 你还会成为你家人 职场上最大的祝福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FM103.3中广流行网 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 由罗娟大为主持的早安Easy Go 美好的生活就在早安Easy G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